在这边 基态的时候市府至少要求 你所有的事情建商要负责 现在问题来了 复工是你市政府 新竹县政府要求复工的 可以复工的 现在这些所谓的购物户的酋长 除了可以跟建商酋长之外 这些零损的问题 除了可以跟建商酋长之外 因为是你县政府行政裁粮 他可以复工的 我可不可以申请国陪 当然也可以申请国陪 如果申请国陪是谁要负担 是所有新竹县政府 每一位纳税人的钱要去负担 这些问题都是因为 你杨文科土力下的结果不是吗 然后你拿人民的钱 去付给建商不是吗 这不是土力 什么是土力 土力的见解是说行政裁粮 尤其你们朱利伦主席说 这是行政裁粮 行政裁粮你要捍卫的是 新竹县政府的权益 是新竹县民的权益 你现在33条介入 哪一条是符合 捍卫新竹县政府的权益 捍卫新竹县民的权益 同样子 柯文哲也是啊 柯文哲 你给560%的容积率 变840%的容积率 哪一条是符合 台北市政府的权益 哪一条是符合 台北市民的权益 这不是土力 什么是土力 好 蓝白面对自己贪污被起诉 声音好小声 甚至还力挺相信清白 那我们看到黄国昌 他从昨天到今天 似乎态度有一些转变了 他这个脸书上又说 杨文科是土力 不是贪污 好像企图缓家 然后今天又出来开记者会说 这个我们任何形式的贪污 都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请到瑞哥 现在黄国昌是怎么样 陷入那种骂也不是 不骂也不是吗 事实上我们要求的不多 而是身为民众党 台湾第三大党有巴西立法委员的 民众党总招黄国昌 标准一致 不要双标就好 对 曾文献到现在只是受押 也还没起诉 也没判刑 你骂成什么样子 然后杨文科现在 里面的处长被搜出1400多万 然后他的县长都已经被起诉了 而且洋洋洒洒的起诉书 让我们看了以后春暮结舌不可思议 官商勾结 那么已经到了贪污涂利的 不可思议的事情 结果你骗子摸着都点点 奇怪了 为什么讲到国民党 为什么讲到民众党 你是这种反应 你不是第一次这种反应 之前讲到这个很多 柯文哲可能被举花的 被干嘛的 这个以下的案子 你也点点啊 为什么对 你一身子负责监督民进党 所以其他的 是非正义 公理是非 原来是双标切成不一样的 只要跟民进党有关系 你负责监督 其他的民众党国民党的 你就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是这样子 我们大家质疑你的是这样嘛 就你说 是土力 不是单屋 土力比较厉害 土力比较厉害 你知道吗 土力不是单屋 他也说土力比较没关系 土力比较没关系 土力派是OK啊 是这个意思吗 旁边这个人 叫张艺山的这个人 联政委员会的时候 没台没钱 人家在青菜叉叉 你还真正去跟他 听着一个李树德 记不记得 请问一下李树德是贪污吗 他有对价关系 拿人家的红包吗 没有啊 那他用什么罪 土力 你知道吗 土力是什么意思 用 你是公务人员 你不可以去 违反我们的采购法 违反我们的法令之外 去让建商 或是让其他的这个生意人 让其他所有人 第三者呢 因为这样 谋取不应当谋取的利益 叫土力嘛 所以土力比一般的贪污罪 要轻 他都原因在这里 所以刑法里面 下个礼拜三 早上11点 即将判决 到底会不会停职了 新竹市长高宏安 他是贪污罪 对不对 一审有罪就停职 但土力罪 二审高院才停职 因为两个人 两个人的罪 他的罪行有差别 但问题是 还是犯罪啊 你知道吗 是啊 如果按照这个 比如说 这个黄国汤所讲的 他说他是土力罪而已 他又不是贪污罪 可是别忘了 这一次杨文克的案子 不光是只有土力 这么简单 我的天哪 可能是谋财害命 我告诉你 这才可怕 包括这几天连续爆料 我们新竹 民进党新竹市议员 新北的议员 卓冠廷 卓冠廷那张 相关的照片 我看到的时候 我想说 这个好像是夏天 摄氏四五十度的时候 钢鬼拍照的时候 会歪歪的 会歪歪 拍起来好像是歪歪的 怎么可能建筑物 大楼的钢梁是歪的 我以为哪有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在台湾就发生了 对啊 现在又有今年有一个 有一个 画得大小声 对不对 要当大法官的法官的那一位 这个黄国昌说 他是土力 他不是贪污 李树德 拍了这么多年 有没有 就像起手这么多年 现在关系又在拍了 对 但是李树德可以用黄国昌的画说 我只是土力啊 我没有贪污啊 你知道吗 难道可以这样子吗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嘛 请问一下 占用水保地 对不对 占用水保地去开 这个非法停车场 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嘛 占用国有地去改为鉴 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嘛 黄国昌有没有 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过 有没有 我的个性就这样 该猜就猜 依法办理 就这样 好像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你知道吗 你应该要道歉 因为不算是你父母做的 就算是不小心做的 但是 现在是你的了 你也应该道个歉吧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事实上从这件事情 我们春暮节的时候 看得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人把说 我罪行比较重 我拿的是改造手枪 我不是拿自私枪械 所以变成这个样 怎么会你对法律的见解 这是一个律师 这是一个民众党的立法院总裁 你讲的话 竟然会无知到这样的程度 原来你的道德正义标准是双标 是不同的 你的天平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对的确我们看到这些政治人物 不管是贪污或土利 拿进来的是钱 但问题是 现在可能是危及民众的生命财产 这可以这样双标吗 柯文哲也说 公务员出身的不会贪污 高横理工女做事也一定合法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吴静怡他就炮轰了 你杨文科现在损及的是人民的生命更恐怖 刚才讲到李树德贪污跟土利就一线之隔 土利因为查不到金流 土利罪李树德二审判多久 九年 重罪耶 重很重 杨文科至少九年以上 因为这个还谋财害命 而且土利跟贪污就是金流的问题 不要忘记起诉书里面 检察官还要用所谓财产来源不明罪 他案侦办 为什么要他案侦办财产来源不明罪 就是要查杨文科 就是要查江良元 你的金流 甚至是查建商的金流 如果你的金流不清楚 这个东西如果举证 可以证明你收了贿赂 直接就变贪污罪了 所以为什么检察官 虽然用土利罪起诉 但是他会继续查金流 未来如果金流被查到了 你就是贪污罪犯 所以贪污跟土利就是一线之格 另外我要讲黄国昌 他剑指柯文哲 最近政坛怕听到土利不是张一善 我听到土利不会怕 最怕听到土利两个字的是谁 是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你虽然没有办法查到 他跟金华城之间有什么金流的关系 目前查不到 但是监察院的调查报告非常清楚 从所谓的560%到840% 如果市政府无法举证 这个是为了公益 是为了市政府的权益 而只是为了建商的利益化 就是土利啊 人家2.5亿 等一下H型钢 为什么2.5亿H型钢可以解释清楚 人家2.5亿而已 监察院报告直接讲说 因为金华城 因为你给他容积率从848% 多了多少钱 120亿 50倍 对哦 如果 金华城那个金额更高 杨文科要被起诉土利罪 柯文哲你这个50倍的所谓的土利 难道不用起诉吗 北检加油 新竹地检署已经起诉了 土利罪啊 为什么柯文哲到现在 监察院的报告那么清楚 议会调查小组 行政调查资料 全部送到你地检署 你地检署还都不动起来 现在还是他治案 还不是所谓真治案 你为什么地检署还不敢办柯文哲 柯文哲到底有没有土利 所以黄国昌你不要讲土利这两个字 最怕听到这两个字 就是你们家的柯文哲 回过头来杨文科这件案子 八次天坑五次停工 四次复工 33次的实质影响力 长达八年 他不是今年才发生的 不是因为车子掉到天坑里面才调查 他已经基案调查了八年 从2016年杨文科做副县长的时候 从建造环平甚至调到连苗栗县的竞选总部 你都跟建商在调 表示他跟建商的关系良好 所以杨文科的这个案子 我认为他要逃都逃不掉了 是 易三兄所提的这个例子非常好 杨文科的不法所得也不过2.5亿 对照台北市金马城 柯文哲的是100亿 天哪 这个差距非常大 来 冠庭 看起来是 蓝白还真的是一家亲 怎么摊成一片呢 高航安也是 下个礼拜就要宣判了 现在高航安也是 大家应该是出发了蛋 只是因为他可能前面还有杨文科 不过他先 只是现在我们看到蓝白后续 黄国昌可能会更加的安静 对 我先讲黄国昌 黄国昌你的法律到底是读到哪里去了 徒利跟贪污不一样 所以徒利没事 贪污有事 你不要忘了杨文科是被贪污治罪条例起诉的 徒利罪就在贪污治罪条例里面 所以你跟他讲说徒利不是贪污 你待会在讲什么 对 他还会切了吧 你今天如果在学校上课跟大家讲 徒利不是贪污这两个不一样 没错 行度不一样 但都在贪污治罪条例里面 你用这个话跟你的小草们讲 跟充分们讲 他们会觉得有道理吗 很奇怪啦 再来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说 今天不要再讨论什么蓝跟白 是不是一家亲了 黄国昌跟民众党就是蓝的 我讲结论就是蓝的 来 我跟大家讲 我们大家也不要吹牛 就是真实形式 对面那一个会否认哦 对 他不承认 加凯不会收他 好吧 加凯愿不愿收他一件事 等一下加凯讲 加凯现在很安静 不方便说 我的看法是 民众党就是蓝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 很重要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大家少吹牛 民进党出事的时候 我们不会奢望说民进党政治人物出来什么 痛骂民进党政治人物 国民党杨文科出事啊 我今天不会叫加凯说在这里 痛骂杨文科 不会吧 同党和同事我们只要讲到物网物众 司法把真相查清楚 面对司法 就已经老实讲社会就会认为说 好啦 就这样 这是绿营的回应 蓝不是这样回应的 蓝的一定把绿的打乱七八糟吧 我们已经把蓝的打乱七八糟吧 可是超越蓝绿的民众党呢 你看黄国昌的态度 黄国昌面对 包含刚刚几位来宾有提到的 郑文燦连起诉都还没起诉 你发了几篇脸书 你受访了几次 你专访把郑文燦杀成什么样子 结果今天面对杨文科呢 前面吱吱不提 后来被舆论 被民意逼及了 最后想不出理由 讲出一个土利又不是贪污 你就蓝的嘛 你今天如果说是蓝绿一样蓝 超越蓝绿的民众党 你是不是绿的杀完之后 蓝的杀下去 大家至少还讲 哎哟 民众党你两边都监督哦 马马虎虎还觉得你有道理 没有嘛 你今天只杀绿 不谈蓝 因为你根本就蓝的嘛 所以从今天开始 不用再讲民众党 讲黄国昌 蓝白一家亲了 黄国昌就是蓝的啦 没有白就对了啦 没有白了嘛 没有白对 你是白的 你应该蓝的也要监督 绿的也要监督啊 没了 这第二点 第三个 柯文哲 每天都在脸稍微 可是这个 这个已经讲到 我们真的听不下去了 你评论什么叫贪污 你去讲说杨文科跟高宏安 不会贪污 各有各的论述 杨文科当公务员 公务员不会贪污 高宏安 高宏安你是学理工的 不会贪污 为了都你说了 不是 你护航自己人 你可以这样子讲 只要是公务员就不会贪污 那过去几十年来 中华民国司法单位 抓了公务员贪污的 是怎样 都原案了 理工不会贪污 念理工就不会贪污 那以后能够确保 公务员一生平安顺遂 绝对不会被判贪污了 你只要念李主的 然后再当公务员 你就不会贪污 这逻辑对吗 没有这种事嘛 再来最后一个 高宏安 高宏安最近的动态 让人家很多瞎想 一个人会大量的接受专访 政治人物两种时刻 一种时刻是 他准备要选举的时候 下一步立委要选县市首长 县市首长要选总统 会接受专访嘛 另外一个状况就是 要下课拜拜了 要把自己的政绩做回顾嘛 那我们就想不对啊 高宏安他看来是第二种 对不对 就是他可能会拜拜的 再过一个礼拜之后 可能宣判他可能会输 他可能会之后被停职 但不对啊 你一年多 你在专访的时候讲政绩 你有什么意义 你一年多政绩 绝对比不上 以前几年的政绩嘛 然后讲到一点点小东西 只能证明说 我比林志坚强 我后来终于想通了 怎么样 高宏安可能不是第二点 第二点是 我刚才讲说 他要下下拜拜一鞠躬嘛 没有 高宏安如果被停职 甚至未来被解职 新竹市长补选 高宏安是可以参加的 真的吗 高宏安可以参加 是吗 是的 高宏安可以参加补选 对 所以现在有人讲方案二 就是说高宏安会不会呢 最近呢 他的布局就是 把所有的他的这个 这个形象的弄好 然后呢 告诉大家 新竹市长很有政绩 强调自己政绩 然后高宏安因为他接下来 真的要宣判了 那高宏安宣判完之后 紧接着就是 盐宽人725宣判 林志坚宝宇宣判 而这几个案子 大家都很关心 对 这几个案子 其实都对蓝营不利 所以蓝营在这个时候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呢 再去讲郑文燦 说实在 人家是还在调查阶段 那你现在呢 面对这么多 都是属于蓝白的人贪污 我来加改 那你们要如何面对呢 要党中央有没有跟你说 你们对外应该要怎么说 其实没有 因为我们都知道党中央的发言人 以及党主席都已经都会发言了 但你说这件事情 杨文克的案子 虽然说只是土力起诉 也对我们国民党伤不伤 当然伤嘛 像郑文燦只是被击压 对民进党也是伤嘛 但是就是问题来了 到底我们要对中间选民 或是对我们自己支持的立场是什么 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我这几天不断在建议党中央说 我们当然可以说 我们要相信杨文克的清白 这没有错 因为自己人要挺嘛 没有问题 起诉不险这样 你们还相信 在最后判决之前 都应该无罪推定嘛 这时间应该可以去挺 这样有问题嘛 无罪推定 那郑文燦就不适用 没有那个东西 这不是党主席的高度 我说站在党主席的高度 你要对所谓的人民喊话 对粉丝喊话 你应该再加一句 前面你要怎么讲 我觉得东规中矩 你应该加一句 假设真的是犯罪 是事实的话 我们绝对误网误重 而且依照我们自己党内的标准 你要说清楚啊 我没有听到 我都是看记者自己补述 所以我帮他补充给大家听嘛 我们国民党内的标准是 一审如果判决的话 那是停职 那二审如果是判决的话 那就是开除 那是站在地治法规定 图立罪的话 它是二审才会停职嘛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其实可以说 其实站在地治 跟地治法规定 我们党内规定 其实比地治法 还要提前一个阶段 还做一个停职的动作 这个部分你讲出来 我说不一定民进党买单 也不一定民众党买单 但是人民至少 民众党买单 管他买单 跟我没关系 我都觉得他死就 可以听到三省 他出来还是更生人 这个东西你讲出来 跟随你们总招更生人一样 可以当总招 没有关系 讲出来不一定符合 民进党标准嘛 但是至少说 你可以看到人民 可以看到说 国民党你还是有标准的 不然现在很多民进党说 哇你们有双标 你们标准不一啊 在对待自己人 跟对待郑文餐的时候 你们都是双标嘛 说出来 让大家心不口服 好嘛 但我觉得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不管杨文科 或是他的公务处长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 涉案起重 这不重要 但重点是现在 风采文林还是风意建设 等等在全台湾很多的建设 到底现在新竹县 你的除了对外去澄清 自己的清白外 你应该跟人民交代说 我到底现在除了庭宫以外 你要怎么处理 是个烂尾的后续的动作 这才是新竹县的议员 以及新竹市市民想要听到 我像杰明哥也很想听到 到底你后续处理之为 除了是自清我的清白 那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对于选民来说 你是国民党 我们的县市场 我们的政治明星 就应该说 你还在指位的时候 跟人民说明清楚说 我还在指的时候 我会怎么来解决 而不是利用媒体联访的时间 来自清自己的清白 对 当然加海就说 这个蓝营的态度很重要 苏萍因为新竹县 国民党还要选吧 对不对 现在他们的立委 跟县长看起来 都完全是同一个阵营 那现在已经有 这么多的受害者 那他们看起来 还是要跟杨文科 绑在一起 是啊 朱立文人不是还是说 相信杨文科的清白 而且希望政治力不要揭露 这有什么政治力揭露 这个整个过程 包含昨天冠庭所公布的 这个形钢 歪成那个样子 包含检察官所公布的 这个地理地理下开挖的 结构工程 原本应该要开挖 这个H形钢应该要有33.8公尺 结果设计只设计的18.5公尺 所以他偷了快一半 偷了一半之外 用CCP也就是比较糟糕的混泥土的工法 结果实际施作 连混泥土工法都减为15.5 从27减为15.5 H形钢减 CCP减 这个就是草菅人命 偷再偷 你要想说啊 幸好这是去年的时候 跌到那个 那个天坑下面去啊 是特斯拉 你知道吗 在依照检察官的这个 这个起诉的新闻稿 你知道吗 之前啊 也有也有一台车跌进 两台车 两台车填进去 那两台车啊 跌的是那个小货车 所以大家就没有注意到 是因为 就来四月今年去年四月 跌下去是特斯拉之后 获得大家的注意之后 新竹县才不敢乱 复工欸 所以这件事情停了欸 不然你看他的这个 这个地底下的结构 包含他地底上的这些钢梁 我跟你说 现在可能已经去不好了 去不好了 拿到死罩之后 住进去的人 你知道他就是拿着生命财产 在开玩笑 而国民党对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批评欸 对 他完全没有批评 这个政治效应 第一个 他相信杨文科的清白 而且还要求政治力 不要介入 意思是什么 国民党认为这一件事情 扮杨奔坤 是有政治力介入嘛 那所以完全是遮了眼嘛 第一个是起书书里面的内蒙嘛 第二个是 包含这个江良渊啊 有1400多万 是从他家找出来的 而且如果 所以你就看到了 我跟你说